情侣6小时连续还宿4次 男哀告性侵 台北市一名女子 指控她的无姓前男友 去年8月找她共进晚餐后 又找她去家里聊天 两人聊到清晨5点 哇 好会聊啊 无男想要安安 女子不要 但她硬上 5小时后 无男又再要一次 女子不要 她又硬上一次 就这样6个小时内 女子一共被容忍了4次 女子于是控告无男涉嫌强制性交 无男坦承两人6小时黑手4次 但她都没有违反女子医院 检察官调查也发现 女子在无男家时 可以自由活动 如果是无男强迫她黑手 大可趁无男睡着时逃走 但她却留下与无男一起睡 检察官因此以事证不足 将无男不起诉 动新闻台北报导